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真正的是完完全全地把这种年位以及今年的整个情怀灯会推上了一个最高潮 像现在可以看得出已经是摩肩机场非常的多 正月十五闹花灯今年的夫子庙这样的一个盛况 加有多大的一个吸引力 今年的元宵节正好遇上了周六 而且天气也不错 所以我们觉得估计今天晚上也是夫子庙一年当中最最热闹的时候 看看这些市民朋友 很多人是拎着一盏一盏的小花灯 很多人头上还带着这种卡通造型的玩具 每个人都脸上喜欢 以及像我们当年看到的一些历史上考试的地方 然后路过了大城殿以及文书排放之后 现到目前的这个位置就是文德桥 一路往西 一部分市民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西排放出去 而另外一部分的市民呢 就是由于现在整个文德桥上的人流量已经相当的大了 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多的把人往上放 因此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很多民警会对这些游客进行一些疏导 建议他直接从夫子庙西边的排放出去 那么今天晚上整个夫子庙核心区域 这样的一些是整个人流流开了 可以说讲声登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迷人 不仅仅是在南京的夫子庙 像今天晚上在大报恩寺 在我们南京的城墙 以及在大报恩寺 在我们下单的户队上 早在这边了 我们做的访问 酒尔登 我们下单掉一些 服事 学生 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